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状态成为一个挑战 怎样才能做到 在愤怒的时刻 人的判断力会大打折扣 这时做出的决策往往是最不明智的 面对生活中难免的高低起伏 无论是喜悦 愤怒还是悲伤 人们总会经历情绪的波动 由于生理因素 人脑对这些波动做出瞬间反应 进而影响行为 但并非所有的反射性反应 都对行为有正面的影响 这些时不我待的反应 经常导致事后的后悔 这正是情绪控制显得格外重要的时刻 良好的情绪管理 不仅能为个人生活带来舒适 也能使人既交往更加和谐愉快 控制不住情绪 真的是一场灾难 我们常说冲动是魔鬼 这不仅是老生常谈 更是生活中的真实写照 想象一下 当激烈的情绪冲昏头脑 我们的理性 似乎就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在这样的状态下 人们往往做出一些 平时想都不敢想的事 无论是工作 意义或是个人生活中 冷静和理智始终被视为 解决问题的金钥匙 然而 冲动却像是一股钱藏的暗流 时刻准备将这把钥匙夺走 新闻报道中 不乏因一时冲动而造成的悲剧 比如 那一对年轻的男女在街头的争吵 最终演变成了公开的肢体冲突 女子在众目睽睽之下 给了男子一耳光 随后竟躺到了马路上 而男子却无动于衷 除了乍到的车辆 或许还能及时避开 但命运不会总是站在他们这边 结果 一场突如其来的悲剧 就这样发生了 这些因冲动而起的悲剧 不仅令人痛心 更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冲动 实际上是情绪的一种表达 每个人都需要找到 适合自己的情绪发泄方式 但这绝不应该是 对自己或他人造成伤害 尤其是年轻人 更应该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保持沉稳 少一份冲动 或许就多一份安全和理智 生活中 我们总会遇到各种挑战和诱惑 但唯有保持冷静 我们才能做出最合理的选择 情绪是人类共有的弱点 但也是我们最大的力量 学会控制和运用情绪 将是我们一生中最宝贵的技能之一 而这一切都使于认识到冲动的危害 以及冷静的重要性 让我们一起努力 学会在风暴来临时保持平静 因为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在人生的航程中稳健前行 记住 下次当情绪涌上心头时 深呼吸 告诉自己冲动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样我们就能避免许多不必要的错误和遗憾 因此掌控情绪 不仅是对自己负责 也是对他人的尊重 在生活的大海中 让我们成为那些能够驾驭自己情绪的船长 而不是被波浪拍打的无助小舟 面对挑战时保持冷静 就像海中的灯塔 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 每一次控制住冲动 都是对自我的一次胜利 这些胜利累积起来 将构建起一座坚不可摧的精神堡垒 在这座堡垒中 我们将更加自信 更加强大 不再被眼前的小事所困扰 而是能够驾驭生活的大浪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压抑自己的情绪 而是要学会合理地表达和管理它们 情绪表达的方式有很多 选择一种健康 积极的方式至关重要 或许可以试一次深呼吸 一次散步 或是与朋友的深夜长谈 当我们找到适合自己的发泄方式 生活将变得更加轻松 而这样的我们 也会成为更好的伴侣 朋友和同事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学会了理解和宽恕 不仅对自己 也对他人 因为我们知道 每个人都可能在某一刻失去控制 这种理解和宽恕 将是我们人际关系中最宝贵的财富 所以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在生活的风雨中 保持内心的平静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欣赏到生命中的美好 并且享受每一个当下 让我们不再为一时的冲动付出不必要的代价 而是用智慧和勇气去面对生活的每个挑战 在我们的生活中 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与磨练 这些挑战往往伴随着强烈的情绪反应 无论是愤怒 悲伤 还是焦虑 但你有没有想过 最大的智慧可能就是学会冷出离这些情绪 想想看 在某件事情发生之后 如果我们能够给自己一些时间 不急于做出反应 让那些情绪像子弹一样 飞出去一会儿 让我们有机会收集更多的信息 看清楚真相的全貌 这不正是一种智慧吗 而在处理情绪方面 这样的智慧尤其重要 古人有言 三思尔后行 提醒我们在行动前多加思考 这句话的背后含义 其实是在告诉我们 面对情绪的冲动 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冷处理的过程 通常情况下 当情绪刚刚上涌的时候 我们的反应往往最为强烈 但如果我们能够给自己一点时间 让这股情绪先冷却一下 你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 当你再次回顾这件事 那股强烈的情绪已经不再那么激烈了 这就像是一个心理学的小技巧 让情绪有一个过境的过程 正如我之前和一位研究心理学的朋友聊天时 他分享的见解一样 给了我不小的启发 让情绪有一个缓冲的时间 其实就是一种智慧 当你感到生气或者沮丧的时候 人的身体和心理都会有很强烈的反应 这时不妨试着给自己一点时间 让自己消化一下这些情绪 你会发现 当这些情绪被消化后 再过一会儿 你的心情其实可以慢慢平静下来 除此之外 学会从身体的反应中 遇见自己的情绪变化 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有一个有趣的实验 就是通过让参与者学习 在不同情况下的预言 来教导他们如何控制愤怒 这其实是一种 透过体验身体 在情绪上来之前所做出的变化 从而实现情绪控制的方法 如果你能够察觉到 这些身体上的微妙变化 那么你就可以给自己 一个明确的信号 提醒自己情绪即将爆发 这个时候 提醒自己要保持冷静 是非常必要的 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其实可以学会 如何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 而不是让情绪控制了我们 拥有各种情绪是人之常情 我们无法避免 但我们可以选择 如何去面对这些情绪 如何处理它们 这其中 冷处理情绪 让它有一个缓冲的过程 不失为一个智慧的选择 这样做的好处是多方面的 首先 它可以帮助我们 避免在情绪的趋势下 做出可能会后悔的决定 其次 它还能帮助我们 更加可观地分析情况 做出更合理的选择 此外 冷处理情绪 还能促进我们的个人承担 当我们学会了 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们其实也在学习 如何更好地理解自己 如何更加成熟地 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这一过程中 我们也会发现 很多时候 时间真的能够治愈一切 当我们给自己一点时间 让那些初始的情绪 慢慢平息 我们会发现 许多事情其实没有 我们当初想象的那么糟糕 更重要的是 这种冷处理的方式 还能帮助我们 建立更健康的人际关系 因为当我们学会了 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们在与人交往时 也会更加沉稳 理性 这无疑会让我们的人际关系 更加和谐 所以 下次当你遇到 让你情绪波动的事情时 不妨试着给自己一点时间 让自己冷静下来 透过这个冷处理的过程 你不仅能够更好地 控制自己的情绪 还能够更加清晰地 看待问题 做出更加明智的决定 记住 让情绪有一个缓冲的时间 并不意味着逃避问题 相反 这是一种更加成熟 更加智慧的面对方式 它让我们有机会 从一个更加客观 更加冷静的角度 去分析问题 从而找到更加合理 更加有效的解决方案 人生就像一面镜子 当我们对它展开笑容 它便回忆笑脸 这不仅仅是一句古老的歌言 也是情绪管理中 一个重要的启示 每当我们遇到挑战或是困境 如何面对和调节我们的情绪 往往决定了我们的反应 和最终的结果 想象一下 当你面临一件 令你情绪激动的事件 你会怎么做 或许你会选择将这些情绪 埋藏在心底 或许你会选择爆发出来 但是有一种更加理性 且有效的方法 那就是将这些情绪写下来 或在心中仔细梳理 然后冷静地加以分析 这不仅仅是对自己的一种尊重 也是对周遭环境的一种负责 人与其他动物最大的不同 就在于我们拥有情感 并且能够主宰这些情感 我们的情绪多采多姿 它们赋予了我们丰富的情感体验 我们可以在喜悦中歌舞 可以在悲伤中反思 也可以在挑战面前成长 但重要的是 我们不能让这些情绪控制了自己 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能够合力地管理自己的情绪 那么无论是与他人的沟通 还是与自己的内心对话 都会变得更加平和且有效 这不仅会提升我们 与他人相处的能力 也会增强我们客观处理事情的能力 情绪管理 不仅仅是心理学家的专利 它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掌握的技能 无论你是一位医生 一位教师 还是一位艺术家 懂得管理自己的情绪 都能让你在职场上如鱼得水 如果你有提升自我的愿望 那么提升情绪管理能力 绝对是一个不错的起点 因为懂得合力控制自己情绪的人 往往更加自信 也更具有人格魅力 他们知道如何在面对压力时保持冷静 如何在冲突面前保持理智 这些都是成功人士的重要特质 合理的情绪控制 不仅能够让我们在社交中更加得体 也能让我们在独处时更加平和 它让我们即使面对负面情绪 也能够坦然处理 不让它们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 同时 它也让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享受到 正面情绪带来的快乐和满足 有时候 忍耐是一种力量 它能够带来内心的宁静 但我们选择在愤怒或激动的时刻保持沉默 我们其实是在为自己的内心打造一片避风港 这并不意味着逃避或是放弃 而是一种智慧的展现 一种对情绪流动的深刻理解 在生活中 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压力 这些时刻考验着我们的情绪管理能力 也是我们成长的机会 每当你觉得自己快要被负面情绪淹没时 不妨试着退一步 从一个更加客观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这些情绪 这样做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掌握自己的情绪 也能让我们更加明智地选择如何反应 有时候一个简单的深呼吸 一次深思熟虑 就足以让我们从情绪的漩涡中抽身而出 我们学会了如何将情绪转化为 推动我们前行的力量 而不是让它成为阻碍我们的锁链 正面的情绪管理不仅关乎个人的心理健康 它也关乎于我们如何与这个世界互动 当我们懂得了如何合理地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们同时也学会了如何更加和谐地与他人相处 这种能力让我们在人际交往中更加得心应手 无论是家庭关系还是职场互动 我们都能够更加自如地应对 而当我们在人群中展现出这种积极和理智的情绪管理能力时 我们自然而然地会吸引更多的正面能量 人们会对我们的稳定和成熟所吸引 这不仅增加了我们的人际关系质量 也提升了我们的社会影响力 常言到探索改善人生 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领悟人生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 才有我们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